Hello,大家好,我是艾特精英的小菲菲老师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解是雅思阅读中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 而且有一点点tricky的一个题型,判断题 OK,那我们就开始上课了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我看了几篇见晓雅思的文章,都好长啊 雅思阅读到底是先看文章还是先看题目啊 很多同学可能都有类似的疑问 文章这么长,我有可能把它先读完再去做题吗? 既然你已经提到了文章这么长 在短短的20分钟时间内,你要想把它全部读完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能读完之后一个小时都已经过去了 并且呢,你读了这么多的文章 你有可能把它全部寄到脑子里吗? 读完之后你再去做题的时候 是不是又是全部忘光的一个状态呀? 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的是 雅思阅读它考察的呢 并不是你去通读文章并且把它全部读懂的一个能力 而是在大量的文本中去查找关键信息的能力 所以我们雅思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就是定位 通过题目中的关键词到文章中找出它考察的位置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一个重中之重 那大锤同学,你来想一下 有什么样的词可以帮助我们到阅读文章中去定位呢? 嗯,肯定是不容易替换的词 比如年代或者人民 嘿嘿,我聪明吧 非常好啊,你刚刚说到的两个年代和人民 这两个呢都是在文章中不容易被替换的词 而也确实是这样的词呢 我们是可以帮助我们到文章中去定位的 当然了,除了年代之外 那我们跟年代类似的这种数字 其他的数字是不是也都可以帮助我们去文章中定位呀 它们也都是不容易被替换的,对不对? 然后你刚刚还讲到人民,对吧? 那人民有什么特征? 它为什么会在文章中好找呢? 不容易被替换呢? 因为它是一个首先专有名词 其次,它的首字母是大写的 在文章中非常好找 所以除了像人民之外的这种词呢 我们所有的,不管是首字母大写还是写体字 这样类型的词在文章中也都不容易被替换 所以也可以帮助我们作为定位词到文章中去定位 好,当然这两类是我们优选的 第一首选的这种定位词 但并不是每一道题中都会出现这两种词 那如果这两种词都没有出现怎么办呢? 我们还能用什么词来去定位呢? 还有哪些词也不太容易被替换? 还有一类词呢,就是名词 名词也是一类不容易被替换的词 即便它被替换了也只是一些比较简单的统一词 当然了,并不是说所有的名词都可以去作为同一替换 我们有一个限定叫做特殊名词 这个特殊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一定不能是文章的主题 一定不能是文章标题中的词 因为这种词呢,在文章中通篇都会出现 所以除了文章标题,文章主题之外的名词 也可以帮助我们到文章中来去定位 OK,好,那这是我们给大家讲到的定位词 接下来我们来去做个练习 来,大锤同学 那我们来去练一下这一篇 Advantages of Public Transport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判断题呢,一共有四道题 那大锤同学,你来把这四道题的定位词 先把它圈出来 ISTP,好明显 第一段就出现了 第六题的考点肯定在这一段里面 在第二段我看到了 Efficient cities, a better place to live 正好对应了quality of life 这个Tram Network是什么鬼 看着很专业的样子 肯定是个定位词 Car Drivers这个名词应该也可以定位 Melbourne和Outer Suburbs都是地点 要的要的 非常好啊 这个定位词找的不仅仅是正确的 而且非常的全面 一道题都圈了两个定位词 好,那我们定位词找出来之后呢 还要到文章中去找出这些考点具体在哪里 好,那我们接下来回到文章中 从第一段开始 来,我们一道题一道题的把它定位词在文章中找出来 ISTP,好明显 第一段就出现了 第六题的考点啊,肯定在这一段里面 在第二段我看到了Efficient Cities A Better Place to Live 正好对应Quality of Life 哈哈,我在第三段找到了Tram Network 咦,Car Drivers呢? 第四段没有 第五段也没有 第六段还没有 第八题的定位词Car Driver怎么找不到啊 我都看到最后了也没有找到 害得我后面的题都没来得及找 OK,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做的是判断题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啊,雅思阅读判断题的选项 那我们会发现除了True和False 也就是对和错之外 我们还有第三个选项叫做Not Given 也就是说,如果 If there is no information on this 文章中如果没有涉及到相关的信息的话 我们这道题的答案可是Not Given哦 那么,可能有同学会问了 那我这个Not Given 我难道需要把文章全部读完才知道这道题是一个Not Given吗? 当然不 刚刚其实我们已经把这篇文章的判断题的定位词 全部都已经找完了,对不对? 那我们的判断题 它一定是按照文章的出题顺序来出现的 它跟文章是一个顺序的原则 所以说呢,你只要下一道题的定位确定了 那么上一道题 如果它的信息,它的定位词还没有出现的话 那么这道题就一定是一个Not Given 所以呢,大家在去做判断题的时候 建议大家两道题两道题一起去定位 这样就不会因为找不到定位词而浪费时间啦 原来如此 第九题的定位词Melborn和Outer Suburbs 和第八题的Tram Network都在第三段 而且离得那么近 雅思出题好阴险啊 看来真是要两题两题的找 判断题的True和False的标准非常简单 那么有一点tricky的呢 就是Not Given这个选项 那么Not Given除了刚刚跟大家讲到的 压根没有题 也就是说定位词在文章中根本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还有另外的两种情况 那第二种呢 我们把它叫做卫下定论 那举个例子 有个女孩子今年28岁了 妈妈逼她去相亲 然后相亲回来之后呢 妈妈问 你觉得这个男孩子人怎么样啊 女孩子说 嗯,我觉得她是个好人 那这个时候如果出一道雅思阅读判断题 问她们两个有戏 那么这道题的答案是True or False or Not Given呢 这个时候答案一定是Not Given 因为这个女孩子除了说到这个男孩子的人品之外 对她们两个有没有戏 根本就没有得出结论 所以这道题是Not Given 那第三种情况我们叫做偷换概念 那还是举个例子 还是在相亲哈 这个女孩子和男孩子面对面去做 女孩子问 嗯,你的这个车贵吗 男孩子说 哦,我在车的保养上面花了很多钱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出一道判断题 这个男孩子的车很贵 那这个题是True还是False还是Not Given呢 仍然是Not Given 因为题目对文章中的一个内容进行了一个偷换 因为场景中说的是车保养很贵 但是我们的题目中把它偷换概念换成了车很贵 所以这道题也是一个Not Given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通过见十二里面的一篇文章来练习一下 那首先我们来去看一下这篇文章的标题 叫做Cork 那这个词对于很多同学来说 可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单词啊 因为它是一个专用名词 我们可能不认识 并且呢 这篇文章也没有给到我们说 副标题或者是前沿来去解释标题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 哇,果然第一句话就直接告诉我们这个Cork的一个含义 那Cork, the thick bark of the cork oak tree 老师我背过 Bark这个单词是狗叫的意思 和吃有什么关系吗 你看你背单词一定又是只背了其中的一个意思吧 大家一定要知道背单词的时候不能只背其中的一个含义 因为雅思阅读最喜欢考的就是单词的熟词辟译 所以这个Bark这个单词除了汪汪叫之外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树皮 那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定位的方法和技巧了 那接下来大锤同学你来去对前两道题第一题和第二题进行一下定位吧 这里Cork不能做定位词 因为标题就是Cork 所以会反复出现 嘿嘿嘿 我学以致用啦 还有Bark就在文章开头 所以这个定位真简单 第二句话 Synthetic应该算是一个定位词 Synthetic这个词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它并不是一个名词而是形容词 但是当刚刚跟大家讲到过 我们定位词呢 最好是用到名词来去定位 而这个Synthetic它是对后面这个名词Cork的一个修饰成分 所以并不能作为我们的定位词 而这道题最好的一个定位词大家继续往后读 有一个名词 非常好的名词词组叫做Cellular Structure 那Cellular这个词大家可能不一定认识 但是Structure我们都是知道的 所以Cellular Structure 一个非常好的定位词 并且呢 大家要注意 我们找到了定位词之后 我们还要需要去看一下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第二题 我们这句话中有一个比较关系 The same cellular structure as 所以这里其实是一个同级比较相同的一个什么东西 而这个相同的东西就是前面的Synthetic Cork和Natural Cork 它们有共同的Cellular Structure 所以我们在文章中去判断 判断的就是这两个东西 这两种Cork它们的Cellular Structure 是不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也来看一下第一道题的考点是什么呢 刚刚我们已经找到了定位词是这个Bark 那我们的考点呢 就是对Bark的一个修饰 叫做The Thickest是最后的 所以它是一个最高级的考点 那么两道题 一道题考的是是不是最后 一道题考的是是不是相同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到文章中 首先去定位 然后接下来去看看对于文章的修饰 是不是一样的 好 刚刚第一道题呢 我们跟大家讲到了我们的定位词是Bark and Thickest 我们的考点是Thickest 刚刚我们第一句话就已经出现了这个Cork 以及后面的这个Bark 并且呢对于Bark我们也有一个修饰 叫做Thick 那么有没有提到它是最后的呢 只是提到它后 并没有提到它是不是最后 所以这里好像并不是我们的真名天子 那接下来我们就放弃了吗 不要放弃 大家继续往后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 也有可能会提到这个是不是后 我们继续往下读会发现第二段又一次出现了Bark 以及这个Thickness Thick的名词形式 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告诉我们说 这个树它厚到什么程度呀 厚到20厘米 所以说我们这道题答案已经出来了 很多同学就这个时候就会选 哦 是对的 它这么厚一定 我们答是对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为下定论的一种情况 虽然提到了这个树的树皮 虽然提到了树皮非常厚 但是文章中没有说它罪 我们就不能判它罪 所以这道题答案只能是一个not given OK 第一道题搞定之后 我们来去看一下第二道题 还记得我们第二道题要找的定位字是什么 Cellular structures 我们要考的是 Cellular structure Synthetic and natural quark 是不是一样的 那我们接着刚刚的这个20厘米那么厚 继续往后 我们会发现 Cellular structure果然在文章中原词重复了 好 但是有没有提到 Synthetic quark and natural quark呢 好像并没有说 那我们仔细地来去读一读这句话 这句话叫做 The bark of the cork oak has a particular cellular structure 好 而接下来我们会发现 这里出现了一个破折号 并且这个破折号还不是单独出现的 上下两行各有一个破折号 那这个时候这句叫做什么 插入语 插入语我们知道 在文章中如果出现插入语 它一定是不属于文章的主体信息 那所以为了不去耽误我们去读文章主体 我们先把它跳过去 那a particular cellular structure怎么样呢 that后面有一个从句 technology has never succeeded in replicating 科技从来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的去做什么呢 replicate replicate这个单词大家可能会不认识 但是我们这个单词前面有一个前缀 叫做re这个re的前缀意思是重复反复对不对 那科技没有成功的去重复什么意思 没有成功的去复制 科技没有复制 那也就是说天然的和合成的能不能一样的呀 那一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这道题答案是false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练习一篇文章 我们来去看一下这篇文章的标题 collecting as a hobby 那这篇文章标题比较简单 收藏作为一个爱好 那就是我们说的收藏题吧 好 那标题非常简单 我们就不去看标题 我们直接到题目中 那来去看一下这篇文章的判断题 它的定位词有哪些 来大锤同学 你来去找一找 这篇文章22和23两道题 定位词是什么 老师 我找好了 第一题的定位词是do 并且考点是数量增加 第二题的定位词是16世纪欧洲 考察的是娃娃的制作材料 但是老师 我找了一整页都没找到 第一题和第二题的定位词do 我太难了 不要忘记了 判断题 可不是我们这篇文章 唯一的一个题型 除了判断题之外呢 前面还有一个题型 叫做填空题 大家要知道 雅思阅读的题型 它其实是一个拼图的过程 各种题型有可能会共享一篇文章 而这些题型呢 就像一个拼图一样 你一定是先去拼最简单的 然后再去拼那些相对比较难的 题型和题型之间 除了两种特殊情况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除了这两种情况之外呢 其他的题型 它其实都是一个互补的关系 所以大家一定是先去做上面的 这个填空题 做完之后 再回过头来做判断题 那现在假设大家已经把填空题做完了 给大家看一下填空题 它所占据的文章范围 其实是第一页的一大半 所以我们去找判断题的定位的时候呢 就从填空题 所没有考察的文本范围中 来去查找就可以了 好 那大锤 你再来去找一下 这两道题的定位词 老师 我找到了 Dual在第二页的开头 难怪我刚才找不到 这个题的考点是增加 那这句话里有 enlarge 所以就是true 好 大锤你刚刚找到了这道题的定位词 Doors 你也找到了它的考点 enlarge 但是这道题真的答案就是true吗 我们仔细的来去读下这句话 Similarly people who collect doors may go beyond simply enlarging their collection 所以到底数量增加的是什么呢 是 their collection 他们收藏的娃娃的数量 而题目中 数量增加的是什么 是收藏娃娃的人 数量增加 所以这里题目就是把文章中的 娃娃的数量 偷换成了人的数量 所以这道题答案其实是not given 下一个题我也找到了 16世纪欧洲 紧接着提到了 wax and porcelain 所以还是true 大锤呀 我们说我们定位的时候呢 一定是要快速地去浏览文章 快速地找到关键词 但是定位到之后你还是这么速战速决吗 就只去稍微浏览一下就读完了吗 一定不能这样子哦 定位到文章之后 一定要把这一部分的文章仔仔细细地去读懂 把它的细节和逻辑都搞搞清楚 我们来去看看你刚刚定位到的这句话 16世纪 wax and porcelain都有出现 但是这句话到底讲的什么呢 我们来去仔细读一下 these have changed over the centuries from the wood that was standard in 16th century europe through the wax and porcelain of later centuries 所以这里的16世纪用的材料 真的是wax and porcelain吗 不是的 而是前面这个wood 因为这里的that 是来去修饰前面这个内容的 而这个wax and porcelain的时期是 the later centuries 所以这两句话虽然离得很近 但是他们根本讲的不是同一个内容 所以16世纪到底是不是wax and porcelain制造的呀 不是的 这道题妥妥的是一个false 好 今天呢 重点给大家讲到了 not given的三种情况 最后再带大家来复习一下 这三种情况 第一 压根没提 信息在文章中根本没有提到 第二 位下定论 题目中的定位词在文章中出现了 但是没有得出跟文章相同的结论 第三 偷换概念 题目和文章中定位词都有 但是它指的是一个话题的另外一个方面 所以这三种情况 大家记住了吗 好 想要去避免今天大锤同学犯的错误吗 想要去学习更多的涂鸦技巧吗 欢迎来艾特金英找小飞飞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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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